大家好,我是牛仔 无一了啊 无一呢原本打算啊 我是要去这个中南山给大家去拍视频的 因为好多这个粉丝啊 这个网友啊都要求我去中南山那边去拍视频 实际上我也挺想去那边的 因为那边山清水秀的空气也好 是吧,喝的都是山泉水 谁不想去呢 更何况经历了这个疫情之后啊 谁还想在这个大城市里边待着呢 都想跑到这个山村里边待着去了 说句实话压力太大的 但是没有办法 你像那个去年的时候 我给这个支撑道长 我还跟他讲过 我说这个等这个天气好了之后啊 然后我去那边看看他 因为他现在说句实话 身体也不好 他现在基本上双眼全都失明了啊 右眼完全看不见 左眼有一点点那个亮光 但是也看不见东西 我每次跟他沟通的话呢 都需要去这个发这个语音 打字基本上看不见 家里边就是他老妈照顾他 而且他现在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道士嘛 原来他都是长头发扎着这个发肌 对吧 插着簪子 现在完成剪成小短发了 跟俗人没什么区别了 说句实话 压力也蛮大的 在去年的时候 他还为了给自己治病了 还筹过款 说句实话也不得不像现实里头 跟我的现在的情况基本上差不多 现在就这个样子 所以说一下学里面去看看他 嗯 怎么说呢 毕竟跟他还是有交情的 对不对 我呢 本来是从去年的时候啊 我都一直治病到现在 一直出不去的原因 也是因为我这个病情 怎么讲呢 因为每次都要去这个医院啊 去这个打针住医院治疗啊 21天去一次 上次我从那个 呃 医生的他这个电脑里边看了一下 我打了已经16次免疫了啊 非常的频繁 说句实话 但是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情况 已经解决了啊 脱离这个医院的情况解决了 因为我从那个网上啊 找到了就是 像一些一线大城市 或者是一线城市都有这个药卖 呃 基本上药房里面都有 如果药房里面没有的话 也可以跟他们的工作商 直接 直接找药 就可以了 呃 这样可以把药买回来 然后自己 自己去这个扎身处也就可以 因为这样的话可以 呃 不用老去北京了 我就可以长期在外边待着了 但是呢 现在面临一个新情况就是 孩子马上小生出 小生出的话呢 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不是我们员级 他要 以后要考高中的话啊 就必须返回员级 不然还考不了高中 如果你 现在不转回去 啊 等到你初二的时候 你再去转学 就这个转学关系 非常的难办 所以说 得考虑这个现实情况 这样的话呢 等到这个六月份 才能知道这个 怎么去解决他这个接送的问题 因为家里边说句实话 他妈在这个北京上班里吧 我呢 呃 只有我能够辅导他 父母啊 年纪也大 也辅导不了他上学 没有办法 所以说 大伙子也看现实这个情况 你像这个好多这个出家人都讲 什么放下呀 什么空啊 舍得呀 说句实话 我不得不讲 有的都是一些 真的是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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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话 空话 因为 你作为出家人来讲 可以讲 但是对于咱们世俗人来讲的话 你好多一些现实的问题 你不得不去面对 对吧 因为出家人说句实话 你要是要真正的放下 你无牵无挂 无拘无束 你什么都不去为他人考虑 你就可以真正的为自己考虑了 那咱们世俗人来讲的话 那叫自私 对不对 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 你谁都不用去管 对不对 什么都不用去想 这就要每天打打精 餐餐餐 对吧 打擦打擦卫生 来了这个别人烧烧香 你给别人讲讲说说就行了 你无非也就这些 还有什么呀 对不对 而且还有别人供着 供养着 对不对 所以说呀 真的是 没有办法 你知道吧 你就像这个知三道长也是一样 对吧 他原先也是为了这个现实的情况 然后才从寺庙里边出来 然后后来自己跑去了中断山 现在为了治病也不得不去向某个平台去抽款 是不是 也得低头啊 你不低头的话 你不拿前治病 你命就没了 是不是 没有什么办法 等到真正的 你没有病的时候 怎么都可以 一旦有了病之后的话 你就得向医院交钱 是不是 等再过一段时间吧 过一段时间 我再看一看 现在真的是很麻烦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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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